請啟用 桃園新街溪美龍橋河道拓寬工程正式完工啟用 市長鄭文燦親自出席肯定各單位幾年來的努力 讓新街溪周邊居民不用再承受淹水之苦 跟經濟部水利署的第二河川局合作 那一個負責取得土地一個負責工程師做 那終於在今天正式啟用 那啟用之後的這個河段有這個步道 那有非常好的河岸景觀 那河道也變寬變深了 我想不再會淹水 那可以到達二十五年不議題的標準 新街溪美龍橋至福州橋河段 過去因為護岸高度不足淹水情況嚴重 經濟部水利署補助2.6億發包工程 將河道拓寬到二十五公尺 提高防洪標準 今年還有四項工程持續進行 原本已經完成七個工程 那今年明年還有四個工程要完成 那希望整個清潔溪的防災 清水交通 這幾個方面的目標可以同時來完成 桃園河道整治計畫不只防洪也增設水岸步道 遇地規劃 讓市民朋友擁有更多的清水空間 記者綜合報導 想要有個家 一個不需要華麗的地方 在北海市中做法 輪行為無名的 平田 Stamp 在北海市中